王祖贤在这部电影里的牺牲有多大 不仅被恶魔拿起鞭子抽 甚至还被迫拍了裸体照 这个变态简直是丧心病狂 谁又能想到 曾经的他是一位光鲜亮丽的黑帮大小姐 还有一个英俊帅气的警察男朋友 而他的父亲则是赫赫有名的黑帮大帽 江湖上人称东叔 这一天父亲叫来小贤 他深知自己已经力不从心 决定让小贤接手公司 小贤欣然同意 不料这个决定却引起众多手下不满 首当其冲的就是地中海 他不顾大小姐的命令 偷偷开展违法生意 东叔的心腹阿和就准备给这个地中海一个教训 不料地中海十分嚣张 我要是豁出去的话 大家都不好过 他仗着自己的功劳 竟然威胁起了阿和 阿和便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 这一天正在吃饭的地中海 敏锐地察觉到自己有危险 他猛地一回头却发现身后毫无动静 正当他准备安下心来好好吃饭 一个不速之客走到他的面前 出刀直向地中海扎去 双方的打斗相当激烈 把电线都给批断了 原来是阿和担心地中海将丑闻暴露 便买通一个杀手取他狗命 地中海则是撒鸭子就跑 随后便连滚带爬爬进了警察局 杀手只能放弃追杀 地中海害怕自己被杀人灭口 于是便向警方揭发了小贤父亲的罪行 东叔被抓走了 临走之前东叔把公司的全部业务都交给了小贤 小贤自然而然地便坐上了董事长之位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小贤第一把火便把矛头指向集团老人头上 他让这些老滑头把灰色产业停掉 这引起了这些老滑头们的强烈不满 他让手下阿和去找这些集团老人们开会 不料这些老滑头们根本不怕小贤的 甚至还出言贬低他 但是小贤的态度十分强硬 不行也得行 我的话说完了 他在会议上宣布了他的决定 这些老滑头们瞬间慌了 他们的这些产业可是摇钱术 一天最少进账都是十万八万的 停了之后还去内找这样赚钱的生意 小贤的威望一落千丈 阿和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阿和找到他们 并且提出和他们合作搞一善大的 他偷偷召集这些人开会 声称自己有个赚大钱的新门路 你的意见是很好 不过你能摆平阿威吗 将还是老的辣 这些老滑头让阿和拿到小贤的把柄 否则就当他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阿和邪魅一笑 他的心中有了一个邪恶的主意 他先找人把小贤的得力助手干掉 随后他再偷偷前往海上交易为竞品 这波直接让他赚得盘满钵满 更是在那些老滑头那证明了自己 这一天局长找到阿达 他声称有人举报 小贤的黑社会集团有人走私军火 而阿达作为现任老大的枕边人 警局方面认为他是调查这件事的不二人选 于是这个重任便落在了阿达头上 他开始跟踪小贤的行踪 试图找到什么破绽 没成想居然碰到小贤和阿和亲密的举动 他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把组员的相机都给摔坏了 第二天阿月约小贤吃饭 结果阿达恰巧经过 俩人之间的误会就更深了 双方大吵一架 情急之中阿达将阿和走私军火的事情说了出来 小贤十分震惊 于是便回到公司寻找阿和走私军火的证据 小贤翻找得很投入 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身后有人靠近 原来是阿和回来了 他锁上了门 还趁机玷污了小贤 他死死压在小贤的身上 任凭小贤怎么反抗也无济于事 随后更是拍下小贤的裸体照片威胁 这一次那些老滑头的目的达成了 小贤不得不变成了阿和的傀儡 第二天小贤来到医院探望父亲 这才得知父亲被阿和下了药 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将女儿托付给了阿和 但是他不知道眼前这个伪善的男人是个恶魔 他将小贤的照片供那些男人取了 那些男人也露出自己恶心下流的一面 小贤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他哭着跑出了公司 阿和的手下老杨被警方追捕 虽然他侥幸逃脱 但是阿和为了灭口便将老杨一刀捅死 小贤回到家 结果窜出来一个男的死死抱住他的大头 原来他是老杨的儿子 他希望大小杰能为自己父亲主持公道 而且小贤自己都自顾不暇 无奈之下他只好逃走了 他悲痛万分 好几天都没有出门 阿月担心他的情况 便给小贤打去了电话 俩人在桥边谈心 他问起小贤为何要和一个混账在一起 这才得知小贤是被胁迫才和阿和在一起 于是他便独自找到阿和算账 他来到阿和所在的酒吧 随后对着正在玩乐的阿和就是一枪 听到枪响 人群顿时乱作一团 阿和趁乱逃跑 阿月则是紧追不舍 一路追赶到地下车库 正在这时 阿和开着车冲向阿月 阿月临微不惧拿起手枪和对方火拼 逃跑中阿和的车子撞到了电线杆上 于是俩人便展开了赤身肉搏 慌乱中阿月被阿和推下了楼 最终阿月身受重伤 差一点就成了植物人 而小贤终于也知道了阿月对自己的心理 阿和这边他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继承小贤家的产业 他威逼里又迫使小贤和自己结了婚 第二天他便叫来一个应征女郎 目的就是为了恶心小贤 甚至他还杀掉了对小贤忠心耿耿的裴叔 小贤终于是忍无可忍 他决定和阿达联合起来 为阿月裴叔也为自己报仇 他在阿和与下属阿飞的交谈中得知 最近几天他们会在码头接货 于是他便把这件事告诉了警方 终于到了码头接货的这一天 警方一举缴获走私的枪支 这让阿和十分震怒 他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 恰巧接货方的老头要质问阿和 他们约阿和来他们的地盘八方饭店谈话 这让阿和感到愤怒 于是他便让自己的手下阿飞去解决掉他们 阿飞先让自己的众多小弟上演了一出狼来了的故事 让警察调以轻心误认为有人报假案 随后阿飞便带领小弟直接冲进饭店展开了一场大屠杀 现场是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随后阿飞带领自己的小弟撤离 他则前往矿场与阿和会面 而疑神疑鬼的阿和在小贤的诱导下 误认为是阿飞背叛自己 走私的事情这才走漏了风声 于是他一铁铲把阿飞拍死了 镜头一转阿和回到家 小贤一改之前的倔强 还贴心地为阿和放洗澡水 突然身后的衣架一动 窜出一个人直直扑向阿和 原来正是老杨的儿子小杨 他眼神里充满了愤怒 恨不得将阿和生吞活泼 阿和这才意识到 是小贤出卖了自己 正巧阿达及时出现 连续几枪将阿和打了个人仰马翻 不料阿和就像个打不死的小枪 他再次从地上爬了起来 此时阿达的子弹已经被打完了 他担心小贤有危险 便奋不顾身地冲上前为小贤挡枪 阿和傻眼了 原来是小贤早料到会有这一幕 他提前把阿和枪里的子弹取了出来 最终阿和被乱棍打死 事情终于平息了 我应该谢谢你 给我这个机会报仇 别说了 我送你去医院 谢谢你 小贤的父亲在狱中病死 而小贤则带着阿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地方